太阳花学运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流盐重伤跟对立 不止远景很辛苦 很多医疗人员也都到场想要尽一份力 但是现在传出医疗人员一天可以拿这个5000块 让白袍还有白衣天是气坏了 他们出面驳斥 这个医疗站从318到现在超过了3000人次 排版这算一算的要1500万 怎么可能是花钱动员 身穿白袍的医护人员从318太阳花学运开始 就自发现进驻立院内外协助医疗 但最近不断传出自愿来医疗站排班的医生护士 一天可收受5000元酬劳 特别是清明节大家各自回去扫墓之后 很多长辈突然都问起说 你有没有拿到5000块钱 他一天看着你就已经可能不止5000块钱 所以他大家觉得很荒谬 说你5000块钱然后要支付这些自身的医师 这很不合理 医护站澄清绝无此事 这里需要的医护人力 一天就要150到200名 没有这么多钱请医生护士过来帮忙 都是全台各地医护人员 轮流北上排班 大家还会自掏药包 购买药品或是医疗器材进驻 第一周我们很多医师是 把自己的诊都化掉都取消掉 那医护人员的话 很多是白班上完就来这边接小夜 小夜上完下班的就来这边接大夜 满满的非处方用药 维他命感冒药以应俱全 有了学生因为熬夜太劳累 牙龈肿胀前来求救 也有学生血糖过低 需要方糖提升血压 为了理念来当义工 却被执疑是收钱的走路工 让这些医生护士们听了很不适滋味 有点TV有创话黄金台北报道